原标题 玄武门事变中 李渊为何无法控制局面 李施民的势力实在太大了 后世赞于李施民为千古一帝 千年难遇的明君贤主 但是大家却忘了李施民的宣传工作 做得十分十分的未 对于唐出这段历史 我们至今无法孤开历史的迷雾 看透历史的真相 提起玄武门事变 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李施民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为了维护宫廷的和平 产出了不学无术 无恶不作的大哥李建成和三弟李源吉 最终李施民对李施民的遭遇 表示同情并充分肯定 李施民为大唐建立的丰功伟业 在一片安静祥和的氛围中 李渊将地位传给了李施民 但实际上李施民在选武门事变中 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光彩 在这场兄弟相谈的宫廷政变中 李施民一改往日温和贤明的形象 向自己的兄弟亮出了辽阳 而李渊在这场事变中则显得颇为无奈 那么作为大唐的开国之君 为何连自己的儿子都控制不了呢 大家看一看当时李施民的势力 到底有多大就知道了 李施民在大唐开国之际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当年晋阳起兵李渊 就是在李施民的劝说下 才下定决心和隋王朝一刀两断的 如果没有李施民的坚持 李渊恐怕已经成了隋王朝的殉葬品 李渊因此封李施民为右领军大都督 将大部分兵全都交到了李施民手里 这也为李施民招揽贤士 扩张势力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李施民后来亲自率军攻入长安 灭掉了隋朝 因公被封为光禄大夫 秦国公公元618年 李渊称帝废掉了隋朝傀儡皇帝 开辟了大唐王朝 而李施民则被封为秦王 展开全文此时的唐王朝虽然已经开国 但是并没有统一全国 唐政权周边的割据势力 严重威胁了其统治 当时的窦建德 王氏冲整萧雄雄兵百万 割据了广大的地盘与唐王朝为敌 此时的中原处于政权并立的时期 唐王朝的江 欲仅仅局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 关键时刻 又是李施民败兵出征 通过四场战役破薛举 前水人之战平定隆西薛人狗 薛举之子 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 击败宋金刚 刘武周 收复 并焚尸地 巩固唐朝的北方 在虎牢之战中 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哥具势力 和南王氏冲和河北斗建德集团 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重创斗建德鱼部刘黑探和山东的徐元朗 基本扫平中原 李冤为了表彰李施民的功绩 不仅允许其享受与太子李建成同等待遇 而且还给予了李施民至高无上的权力 特意赐了很多柱前奴给李施民 这让李施民的势力更加巨大 秦琼 魏池公 程咬金等人 都归顺到秦王帐下 而此时的李施民也将目光瞄准了皇位 太子李建成也感觉到了李施民的威胁 因此也开始处处防备 帐下毛舍未争 甚至还建议李建成杀掉李施民 永绝后患 但是却被李建成拒绝了 因为在李建成看来 李施民对自己的威胁在大 毕竟还是自己的亲弟弟 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但是李建成真的想错了 在权力和地位面前 亲情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李冤在太子党和秦王党之争中 言辞暧昧 优柔寡断 加剧了两派之间的争斗 实际上 李冤并不是不想管 而是实在管不了了 此时秦王李施民的势力 已经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己多说一句 恐怕自身都难保 此时的李冤对李施民只剩下了恐惧 公元626年7月2日 武则9年6月初四更生日 李施民在帝都长安城攻城玄武门附近 射杀皇太子李建成 齐王李元吉 史称玄武门之别 事后 李施民杀李建成 李元吉诸子 并将他们从宗吉中除名 李冤让出军政大权 给予秦王李施民 三天后 6月初七鬼害日 公元626年7月5日 李施民被立为皇太子 下诏曰 自今以后军国事务 无论大小西数委任太子 储决 然后奏文皇帝 公元626年9月4日 武则9年8月初九甲子日 李元退位称太上皇 禅位于李施民 李施民登基为帝 次年改元贞贯 而李冤也在李施民的监视和囚禁下 寂寥地度过了余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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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